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介绍完 名词概念之后 再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名词 实际上今天因应我们要投稿的格式不同 或者是不同科系不同系组 实际上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些格式要求 因此 EndNote就有做一个一个不同的模板 他们称之为Style 英文叫做Style的这样子的数目格式 所以 EndNote有一个一个不同的模板 不同的数目格式可以是做套用 譬如说稍微举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的这张图 在左手边的这张图来讲的话 我是用APA7的格式去做举例的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可能是刮胡作者逗号年份的一个呈现 除了Citation可能会以这种样式做呈现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你可以看到说 譬如说这边是数字编号5367的呈现 我这边是以IEEE为举例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 原来在Citation来讲 就有这些不同格式的呈现 甚至说其上更多 只是这边简单的列出几个例子 那在Reference呈现上 可能也会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呢 EndNote可以套用到一个 这样不同格式的一个模板去做使用 那这个不同的模板 在EndNote里面就称之为 书目格式Style 好 那么我们稍微有这些名词的概念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讲一下 EndNote究竟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 今天的EndNote你在下载 就有点像是你从家具行 买了一个书柜回来的概念 你今天从家具行买一个书柜回来 你是不是要先去做安装 组装好你的这一个书柜之后 你才可以决定你要放在哪里去做使用 EndNote也是 你必须得先从学校把路径下载下来 下载完之后 我们再来去做其他的使用 所以你必须得下载下来 安装好建立好Library 才可以去做其他使用 包含像是从这些不同的资料库去汇入书目资料 甚至说我之前在做研究 有收集一些PDF的全文 也可以一并的丢入到EndNote里面来去进行管理 还有些时候可能是网页类型的资料 比如说教育部的这种统计资料 或者是相关的网页类型的文献等等的 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透过KEY IN的方式加入到EndNote里面来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把书目资料去做汇入 要跟各位做个提醒 今天你在汇入这些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是从这些资料库去做汇入 都是只有书目资料的一个部分 就包含像是标题作者期刊名称摘要的这些资讯而已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包含像是全文 你则是要再进一步的透过Attach File夹带全文的方式 又或者是Five Fortes找全文的方法 再去找他的全文 所以在这边来讲先跟各位稍微说一下 我们从这些资料库可以去进行书目资料汇入 那你可以去做其他运用了 但是你也可以再更进一步的把全文一起汇入进来 填满你的EndNote书柜 这样你只要在EndNote里面 你就可以同时的去管理书目资料 又可以直接看到全文是比较具有效率的 甚至说在今天来讲的话 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管理 譬如说利用Grouper Tag去做分类 或者是再更进一步一点 你可以注册个人化账号 EndNote Online的个人化账号之后 利用Sync的方式可以在异地去做存取 比如说在学校的电脑 在自己家里的电脑 或者说今天小组团队合作的时候 可以把今天收集到文献Share给其他的同学去做使用 好 那么除了这些部分之外 EndNote最核心的地方 实际上我现在目前教到现在 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要学习这一块 也就是这个SciFi U Write CWYW的部分 实际上它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建立 在我们的Word 又或者是我们的POPPOINT之中 甚至依照我们今天的格式需求去套用到一个最相近的格式 也要跟各位说一下 是套用到最相近的格式 它可能还是无法完全尽善尽美 我们只能说套用到一个最相近的格式 我们可能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这就相较说原本要从零开始的东西 我们现在至少从50% 70%以上开始 至少就可以减少我们很多的时间 加快我们这个写作的效率 所以在这边来讲 主要是带给各位了解一下 EndNote究竟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 简单的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时间大概是90分钟 所以稍微再精简一点 我们会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如何要去做安装 如果大家还没有安装的同学 也可以跟着我们的步骤一起去做安装 之后我们会再来讲到如何要去建立Library 甚至说我要怎么样把书目资料去汇入进来 示范这些不同的资料库 不同的方法去做汇入 之后我们会再讲到关于Library 收集到的这些文献 要怎么样去做管理 以及收集完文献之后 我要实际应用啊 我要怎么去做操作 我们会以Word来去做写作功能搭配的一个示范 最后再跟各位补充一些资源 所以今天听完课程之后 如果有想要针对这些地方再去进一步学习的 都可以透过这些资源补充的内容 再去做了解 好 那么我们就先从最一开始的安装 来跟各位介绍了 现在呢 要进行一个比较残酷的一个条件 就是我的电脑到底可不可以安装 EndNote 今天 EndNote来讲的话呢 Windows要稍微去注意一点 EndNote 21 也就是我目前要教的这个版本 只支援Win10以上的作业系统 所以换言之 如果你今天的电脑是Win7 Win8用户的同学 可能要下载持久版去做运用 这个部分跟各位做一个提醒 再接下来呢 我们也常常 有些同学是使用Mac的嘛 Mac的话呢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目前比较新的这些作业系统 其实上都有支援21的版本了 直接下载下来去进行运用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也常常与Office去做写作功能搭配嘛 所以也稍微了解一下 比如说EndNote 21来讲 如果是Windows电脑的话 Office是从2010开始支援起 那Mac电脑的话 则是从2016年的Office开始支援起哦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确定一下 今天啊 我的电脑的作业系统 跟我的Office是不是相容的 那再接下来呢 也跟各位稍微说一下哦 比如说今天来讲的话呢 哎版本之间相容性的部分 因为刚刚稍微询问了一下 其实有些同学呢 可能是之前有使用过其他版本的话 那你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 今天的版本相容性 确实是有一条分水嶺在的 那么一边呢是19.2哦 以前的主要是因为19.3 是针对Mac电脑的 Katelina的作业系统去做更新的 他只是原64位元的软体 所以他们是有一条分水嶺在的 19.2以前包含像是 如果你是从17 18 19这样用上来的话呢 实际上他们是完全相容的 你只要解除旧的安装 安装新的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另外一边呢 则是19.3以上的版本 就包含像是 假设如果你之前是使用19.3 20 21的话 他们也是完全相容的 你只要把旧的解除安装 安装新的就可以去做运用了 但是我刚刚提到嘛 哎有一条分水嶺在 分水嶺的一边19.2以前 假设如果今天啊 我是19版的Endnote 我要挑到21版去做使用 但你也不用太担心哦 你就解除19的安装 安装21之后啊 你开启你的Library 那么呢他会出现画面上的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呢 其实上并不是显示错误哦 而是你只要依照他的步骤 按确定 另存新档 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21的这个软体上面去进行运用了 所以你就依照他的步骤 另存新档就可以使用了 不用担心你的档案会不见哦 那么除此之外 要跟各位做个提醒的是 今天他并不向下相容 什么概念呢 譬如说今天来讲 学校的电脑已经更新到21了 但是你自己的电脑还是19版的话 那么你21建立的Library 是没有办法在19去做开启运用的哦 所以呢要记住一件事情 他是不向下相容 会建议各位统一版本去做使用 好 所以呢在这边也稍微跟各位讲解一下 关于Library版本之间相容性之后呢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要怎么样去做安装哦 首先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到我们单位的图书馆底下 那么呢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呢 就有购买很多的一些电子资源 比如说呢在比较下面一点点 我们滑到比较下面 其他这边就有很贴心的提供了一些快速连结的内容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and note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下滑 就可以看到快速连结里面的and note 那么我们点选进来之后啊 这边会有相关的一些介绍 一些说明都在这里 那么呢要在IP范围内 或者是透过校外的远端登入之后 才可以去做下载 在下载的时候啊 你在这边去做点选的话 他也会串联到说 如果你今天在校外 需要去做相关的连线验证 那么呢这边的话呢 相关的账号密码的要求啊 都会写在这里 大家可以再去做参考哦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在输入完这些资讯 再回到刚刚的and note底下呢 其实像我们就要透过右键的方式 另存连结为 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是Windows 就下载Windows的 Mac就下载Mac的软体 来去做使用哦 那么因为我目前的电脑啊 已经安装好and note了 所以我利用简报的方式 就是来带各位看一下安装的重点 在安装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 要去注意到的事情哦 今天呢在安装的这一个内容来讲啊 我们先下载下来的这一些资料 下载下来的and note呢 它其实上是一个压缩档 这个压缩档 请记得一件事情哦 不要直接的点选去做执行 我们一定要右键去做解压缩 这个步骤很重要哦 因为你在解压缩之后 不论你是选择解压缩全部 或者是CZIP的解压缩 你在解压缩完之后呢 会产生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会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安装的主程式 一个是license.dat 这个license.dat 是单位的购买序号 也因为呢它必须得在解压缩的情况下 才有办法产生作用 因此大家请记得今天下载下来的档案 请记得透过右键 那你可能可以选择解压缩全部 或者是CZIP的方式去进行解压缩哦 OK 所以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解压缩 这个很重要 再来第二件要去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关闭掉所有的office软体 包含像是Word PowerPoint Excel甚至你有在使用outlook啊 Mac电脑 可能是Page等等的 所有的都必须得要关闭起来 OK 所以在确定完右键关闭 右键解压缩 以及关闭掉所有的office软体之后 就可以点选主程式去做安装 那原则上来讲 在安装的时候 就跟我们在安装其他软体 差不多的概念 就是该下一步的下一步 该执行的执行 比如说呢我们点选nes的选项之后 会看到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显示 单位名称跟单位序号 都是不需要自行填写的 如果你今天是 反三四天或者需要输入序号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没有解压所导致的 这时候就是关掉 重新解压缩之后再回来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单位名称跟单位序号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就可以点选accept 然后呢之后呢 关于相关的资讯 再点选nes的选项 然后使用者授权协议 选择到isales的之后呢 我们再点选nes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一个画面 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typical 或者是castle的安装 这两个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先跟各位说 这两个都可以安装到最完整的功能 它们的差别只在于 书目格式这些内容的多寡 typical是比较简易的安装 它有基本的500多种的书目格式 比如说刚刚给各位看到的APAR HEEE或者是像是Number Vancouver Chicago的格式 都包含在typical里面了 但是如果你有投稿到国际期刊的需求 又或者你觉得装好装满 以防以后还要再回来找的话 也可以安装custom版本 它是客制化的安装 有7000多种的书目格式哦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去做选择 typical相较之下比较简单 你就点选typical之后一路下一步就可以了 但是custom再多几个步骤 所以我今天以custom来跟各位去做介绍哦 那假设我在这边选择到custom之后 再点选nes的选项 然后呢我们再点选nes的选项之后呢 会看到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只有选择custom版本的人才会有的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有三个叉叉 就代表现在这三个还不会纳入到我们的安装清单里面 因此呢我们要点选的是enno for windows旁边倒三角形的图示 我们选择第二个entire feature的选项哦 如果今天那你很开心的就直接点下一步 就跟你安装typical会是一样的概念了 所以如果今天在选custom之后 你看到这个画面要记得我们要点选的是enno for windows旁边 倒三角形的图示 点下去之后呢 会看到第二个选项 entire feature的选项 可以去做点选哦 好所以呢 我在点选这个选项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叉叉都消失了 那么透过这样的方式再点选nes的选项 然后呢再一路点选nes 我们就可以去做安装哦 安装的时候 如果你有掏出相关的这一些视窗的话 就按是就可以了 那么在安装的时候 跑完之后啊 它会出现finish的画面 就代表你安装完成了 所以这是windows的安装 那么一路要到出现finish的画面 才代表你安装完咯 那么在接下来也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Mac的安装 在Mac电脑啊下载下来之后 其实上呢它会是一个点dmg的档案 那么这个点dmg的档案 点选开启的之后 那么呢它可能出现画面上的这个视窗 在点选中间的这个图示之后啊 就可以去进行安装的步骤哦 那一样安装之前 要记得关闭掉所有的office软体 所以在这边来讲 我点选让它去做安装 我安装的一个画面 那么在Mac电脑来讲 它其实预设安装呢 是这个typical的版本哦 所以在这边来讲 我们就一路点选nes的选项 一路点选完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安装完成 因为它预设安装是基本的500多种的树木格式 所以你就一路点选下一步 就会安装好了 那假设如果你想要点选到Casman版本的话 则是你今天安装好Endnote之后啊 你点开这个Endnote的软体 那么呢它会在上方的功能列 今天呢很多同学啊 可能看Mac安装完之后 怎么什么都没有 事实上有 你今天点开来之后 看一下你最上方的位置 会有一排功能列的地方 可能就会看到Endnote21的这些界面哦 如果你只要选择的是 这一个Casman版本安装的话 则是在Endnote21点进来之后 选择Casman的部分 点选进来 然后呢在这边的视窗里面 把这三个选项都勾选起来之后 再点按NAS去做安装就可以了 OK 所以点完之后 跑完之后啊 它一样会出现完成的一个画面 然后呢我们确定完 就可以安装到这个Casman的一个版本 所以这是关于Mac电脑的一个安装的方式 那也跟Mac电脑的同学 再稍微提醒一件事情哦 就是今天你在安装好Mac的这个软体之后啊 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嘛 如果今天你要建立Library的时候啊 要注意哦 今天来讲你开起来看起来像是没有东西 我刚刚提到的看一下最上方的这个功能工具列的位置 在file new的地方就可以去做建立了 所以Mac电脑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 在file new的地方点进来之后 那么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你就可以去save us的地方去选择它的名称 会儿的地方可以去修改存放的位置 再按save去做储存哦 OK 所以这是Mac的一个建立Library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的话 也带各位来看一下哦 今天呢在安装好之后啊 它并不会在桌面上出现捷径的 所以你看电脑的桌面看起来像是没有 其实像已经安装好了 只不过呢你要到开始功能列的位置 然后所有应用程式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先新安装的话 它可能会在最近新增里面 那假设没有的话 你可以到一字母开头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node在这里哦 所以跟各位做个提醒哦 今天你电脑在安装好node之后 你要到开始功能列一字母开头的地方 点开这一个node OK 那我在点选开启的时候 也跟各位稍微说一下 第一次点开来可能会出现一些视窗 比如说呢这是第一次点开来会出现的 相关的授权协议的部分哦 再麻烦各位帮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点选我同意的一个结果 然后再按nest的选项 在接下来呢 他还会询问说要不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21.1 21.2 这种.1.2 通常是有一些bug的修复或者是功能的增加进来 所以一般来讲会推荐各位可以点选download去做更新 那假设如果今天来讲啊你都会要跟着一起操作的话 你可以先点选cancel 所以你如果不想更新你可以点选cancel关闭 那假设如果今天来讲你不想让这些视窗再跳出来的话 你可以点选左手边的这个忽略的方式哦 OK所以你可以点选cancel暂时关闭 或者是点选左手边忽略他就不会再跳出提醒了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关闭掉这一些视窗之后啊 我们就会看到像是现在的这一个画面 在这边来讲你就可以透过这边open的方式开启之前的library 而今天来讲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使用嘛 所以你可以跟着我的步骤 点选下面的create a new library 来去建立一个新的library哦 那么我点选create a new library之后呢 在这边我会去修改两个地方 一个呢是档案名称的位档案名称的部分哦 档案名称预设是myno library啊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未来啊 你可能建了很多个library 你可能会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存放什么资料啊 更甚至说呢假设如果今天你把你的library 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其他同学去做使用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 嗯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哪一个是我的嘛 所以一般来讲档案名称的地方 我建议说可以利用自己的名字啊 或者是自己的研究主题 今天的日期简单命名一下哦 那假设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以我自己的名字简单命名一下 再接下来的话呢 我第二件会做的事情是档案存放的位置哦 预设是存放在文件里面 我们之前客服就有接到电话来询问说 哦我不知道我的档案存在哪里了 可以帮我找吗 虽然我们的客服不太会通灵 但是预设会存放在文件里面 假设呢如果你今天担心你忘记的话 你可能可以跟我一样哎我们把它存在桌面上哦 你可能现在练习的时候可以跟我一样存在桌面上的位置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稍微去修改了两个地方 嗯我在档案名称去做修改 然后点选到桌面去做存档哦 透过queer new library之后去做建立 好那在这些都输入完之后 再点选存档的按钮 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开启library的视窗 就在这里哦 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之为library 那么呢在这个视窗里面我们就可以加入数目资料 这个步骤呢仅似于说安装哦 因为安装没有安装那你后面都白炭 可是你如果没有建立library的话 一样的你的资料没有办法放进来哦 就等同于是你的书柜现在放在你家这门口 你根本走都走不过去 所以你要先决定你的书柜要放在哪里 OK那假设如果大家library一打开来啊 安装一打开来就是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也可以点选file new的方式 你用file new的方式来去建立一个新的library 这样的做法也都是可以的哦 OK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建立一个library的视窗 那也跟各位稍微说一下 假设如今你使用完了安装 你就点选叉叉叉关闭就可以了 那你之后如果要去做使用的时候 你其实上呢只要在这边点选这个enl档 上面有en图示的这个enl档 快速的点两下去做开启 你就可以再重复的运动这一个no的资料了 那么呢在no里面来讲 我现在没有文献资料啊 可能跟各位介绍界面 大家会比较无感不太确定我在说什么内容 所以呢我先示范汇入一些书目资料之后 再跟各位介绍界面 大家应该会比较有感哦 因此我现在要示范 汇入这些书目资料咯 那么在书目资料的内容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 譬如说呢在这边我们单位 我刚提到嘛 X张购买了蛮多资源 你就可以透过电子资源查询的地方 我们输入资料库的名称来下去去做搜寻哦 也会推荐各位可以优先使用这些资源去做查照 那假设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使用Google的话 也会建议各位可能可以使用Google Scholar来去做搜寻哦 不要直接使用Google Google学术搜寻可能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的策略 那假设如果我用Google Scholar Google学术搜寻来去做查照的时候 我就要在Google首页搜寻Google学术搜寻 就可以连接到这个网页底下 在这边我就可以输入关键字来去做查照 那假设今天我在下关键字的时候 我已经用这个语言教育来去做输入 其实上呢在现在目前教育来讲啊 台湾的政策也可能相关的本土语言的教育 或者是双语语言教育等等的 假设我想要针对语言教育来去查找相关文献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把关键字输入进来去做检索 所以我输入关键字然后呢来下去去做查找 那么针对查找到的这些文献上面来讲啊 一样的有需要就可以去做点选 譬如说在这边来讲我就可以点选这个双引号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双引号图示 点选下去之后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nno字眼的选项 再去做点选之后 就可以呢看到说 诶档案被下载下来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是点双引号的这个引用的图示 然后呢再点选nno字眼的选项 针对下载下来的档案要记得哦 这个档案现在下载下来 在这里是一个点enw的档案哦 要记得去点击开启 他才有办法汇入进来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汇入数目资料 可能刚刚一个眨眼 诶怎么数目资料就汇进来了 所以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哦 你可以透过双引号的图示 点选之后 诶我们就可以点选nno 去把它下载下来嘛 但是这是单一篇的方式 假设如果今天针对说 可能是比较多篇的文章要一次下载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个储存的按钮 ok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信号储存的按钮 我们先把它存下来哦 所以我点选这个信号储存的方式呢 你可以去选择分类到其他的标签底下 那假设我都不去做分类啊 我就先按完成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储存几篇的文章 再一次性的去做汇入哦 好所以假设如果我透过这样的方式 储存几篇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信号对应的选项 其实在右手边有一个我的图书馆 这边来讲的话呢 其实上它是要搭配注册个人化账号 之后才能去做使用 大家只要登录自己的Google账号 就可以利用这个我的图书馆的功能 批次的去做下载哦 所以我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信号去做储存之后 然后呢再一次到我的图书馆 这个行星图摄底下 点选进来之后呢 这边就有我刚刚加入进来的这一些书目资料啦 那么我就可以点选全部汇出的方式 一次性的去汇出出来哦 那我在这边我就点选全部汇出之后 Endnote的方式 然后呢我就可以把档案下载下来 一样的我刚刚跟各位提到 今天下载下来的档案要记得点一下 开启它之后才有办法汇入到Endnote里面来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汇入这一些书目资料的内容 但是呢大家可能会稍微 大家可能会想说 今天来讲啊 Endnote的整个界面是英文的 那中文的资料可不可以汇进来呢 也是可以的哦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再去做其他资料库的查找 比如说接下来 我们透过我们学校的这个电子资源查询的地方 我们搜寻博硕士论文哦 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哎现在博硕士论文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啦 总不能呢 我想要发表这一天早就被人家研究过了吧 所以呢在这边我就可以出博硕士 这几个关键字进来 在资料库名称的地方 然后点选放大镜去做搜寻 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些查找 那么呢在第二笔 就会有这个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价值系统哦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点选进来之后 串联到这一些其他的资料库运用 所以一样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想要透过学校查找任何的资料库的话 就是在电子资源查询的地方 哎我们输入关键字进来去做查询 然后呢 针对查询结果 再去点选这一些资料库的名称 就可以串联到这个页面底下了哦 所以呢我们假设呢 以这个博图提供的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持系统 来跟各位介绍的话 在这边我就可以输入关键字啊 比如说我的语言教育的部分 OK那除了这样子输入之外 再跟各位补充一个这一个检索的小技巧哦 其实今天来讲的话 可能有些人在去撰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他可能是用英文去做撰写啊 那么这时候我想要把你全部增加进来的话 我可以利用这个查询字词扩展的方式 他就会帮你把其他英文的方式也都拿入进来哦 那么这个好处在哪里 这个好处除了说帮你加入进来之外 也可以辅助我们 假设如果今天要在其他的一些英文的资料库 去做查找的时候 如果你不太确定 这个英文的关键字应该怎么下 比较正确的话 你也可以先利用博硕士论文 查找中文资料的同时 利用查询字词扩展看一下 我刚刚的这个英文的关键字 其实上就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利用这个关键字在其他的资料库搜寻试试看哦 OK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利用查询字词扩展 把其他关键词拿入进来 我们再点选search去做搜寻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搜寻 比如说我自己指导教授的文章 等等的方式去做查找哦 那假设如果今天我们查找到这些文献之后 针对我们所需要的资料 我就可以去勾选起来 所以假设如果我需要的资料 我就把它一步的勾选起来哦 那假设勾选完这五篇的资料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右手边的地方 在右手边的地方 会有一个输出格式的部分哦 在输出格式的位置呢 我们要去选择的是带有 andnote字眼的选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会有一个risformate的格式哦 因此在这边来讲 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假设如果你要从博硕士汇入的话 勾选完所需要的资料 直接看到右手边的地方 输出格式 选择带有andnote字眼的选项嘛 所以我们是选择这个risformate的格式 那假设如果未来啊 你在一些其他的资料库里面 你没有看到andnote字眼选项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看到andnote字眼选项 你可以尝试看看 以ris字眼汇出 试试看哦 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在这边来讲 假设我输出格式 选择risformate之后 我们就直接往下 点选到下面的这个储存的按钮 不要点输出没有作用 要记得点一下储存 储存点下去之后呢 一样档案下载下来了 诶这次复党名不太一样了 它是一个点ris的档案 要记得一件事情 点击开启 它才有办法汇入到andnote里面来哦 OK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诶来去汇入这些书目资料的内容 比如说这些内容 诶博硕士的部分 就被我汇入进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透过这些不同的资料库 来去做搜寻 更甚至说呢 今天来讲的话呢 其实上我们可以在这边来讲 直接数 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也可以稍微来查看一下 现在目前汇入的这些资料 奇怪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是 怎么会只有这一些中文的资料 我刚刚从google scholar回进来 英文的资料去了哪里呢 其实大家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这个imported references的部分 imported references呢 是最后一笔汇入的资料 会呈现在这里 所以我最后一次是从博硕士汇进来 他就呈现在这里 提供我如果汇进来资料 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第一时间去做修改 那假设如果我要看到 所有汇进来的书目资料 我要点选的是all references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要看到所有的书目资料 要点击的是all references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汇入进来的书目资料 就在中间的这个区块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能比较常使用到的 还有像是这个trash的功能 也就是有点像是 电脑的资源回收桶的部分 今天针对这一笔资料 如果不要 比如说这一笔 可能没有期刊好了 那我要想要丢掉它 我就把它拖曳进这个trash 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点选 拖曳进这个trash 就可以丢到资源回收桶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丢进来之后 就跟我们电脑资源回收桶一样 他也不会直接就 他没了 而是你今天来讲的话 在这边我们可以针对这一篇文件 你进一步的要去进行清除 或者是箭头的返回都可以 所以我可以按XX清除掉之后 它就会不见 好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进行运用 除此之外的其他功能 等会我们都会来跟各位在讲解的时候介绍 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中间的区块 在中间的区块上方是检索框 在这边就可以针对Library 所有的栏位去做相关的这个查找 ok 所以这边是针对所有栏位去做查找 那假设如果你要进一步搜寻的话 可以透过Advent Search 点进来之后 这边针对某一个特定栏位去做检索 那假设如果有些同学一点开来就是这样 你可能觉得说 哦他占的位置太大了 你可以透过Simple Search的方式缩展起来 好那么除了这些方式以外 再往下看一点点 已有一些常用的快捷键 等会会跟各位介绍我们比较常使用到的部分 我们就再往下来看一下 这一些就是我会入进来的这个数目资料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像是标题啊 期刊名称作者年份等等的这些资讯 甚至说我在标题列右键 我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在标题列上 等一下哦 假设我针对标题列上右键 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栏位 甚至说呢 如果今天来讲呢 你想要去取消一些栏位 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取消或者是新增栏位进来 那么要跟各位做个提醒 这边最多只能选10个 所以大家可能要去做一些取舍哦 那假设如果在这边来讲 我可能有一些研究笔记 我想要增加进来的话 我可能可以增加这个research note这个栏位 那么呢可能可以帮助我说 如果有一些笔记 哎我增加进来我可以在这边直接看到 甚至说如果我觉得放在这里 有点太突兀了 我可能可以把它移到 比较之后的一个位置去做呈现哦 甚至这些标题啊 去做点选的时候 他也会帮你进行简单的一个排序 OK 所以呢这边来讲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简单的看到这些数目资料的内容 但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你再怎么选 哎可能都只能选10个嘛 所以呢你可能还是或多或少 要去做一些取舍 因此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再点选单一 你可以点选单一笔的资料之后 看一下右手边有更详细的内容 比如说呢在这边来讲的话 分为三个页签 Summary Edit跟PDF Summary的话呢 是提供这一笔资料简易的一些预览 包含像是标题啊作折啊 然后这一个是不硕士论文嘛 所以呢它是来自于哪一个学校的硕士论文等等的 以及呢它的这个摘要资讯就会列在这里哦 OK 所以呢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哎直接看到这一些摘要的资讯啊 甚至说今天来讲下面的这一些画面 都是可以再拖曳的 今天这一些横杠都是可以拖曳调整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方式把它拉起来之后 你可能可以看到的是这一笔书目资料 以当前的书目格式提供你预览 在Summary的下面底下 可以看到这一个书目资料 以当前的书目格式去做预览 当然预设的话可能会是这个A开头的格式 在这个A开头的格式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一个 不好意思哦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会连摘要都一起列出来 大家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设定在其他格式试试看 比如说APA的格式啊 你可能就会了解到说 所以先放作者 再放年份 再放标题等等的资讯 假设如果譬如说 像是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IQPOE好了 它可能是在前方会有数字编号的呈现 并且后面的呈现也都不太一样哦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原本都是要参考格式书的内容 但现在EndNote都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所以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可以减少很多的时间 那等会会再跟各位说明一些插入的方式哦 所以这边来讲只是提供我们去做预览 那除了这些资讯以外呢 直上这边也只是列出比较简单的资讯内容嘛 所以如果想要看到更详细的内容 我要点选的是Edit Edit里面呢 就会简单的跟你介绍说 就会详细的跟你说明说 这些栏位的资讯就全部的都填写进来了 我们除了说可以在这边查看以外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编辑修改 比如说假设我刚刚跟各位提到 我可能有些研究笔记 我放在research notes跟栏位底下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输入进来 比如说假设这篇文章我未来会去做site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 然后点选safe的方式去做储存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然后去做一些相关注解 那我在点选safe去做储存之后 你可能看到我在这边 因为有去做相关的这个储存嘛 所以这边也会及时的跳出来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来去做这一些操作哦 那么再往右手边呢 还有这个pdf的页签 pdf的页签呢 则是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有全文夹带进来的话 就可以透过attach pdf 来去做夹带哦 ok 所以呢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把书目资料去做汇入 那么呢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夹带pdf 哪去做更详细的一个运用哦 比如说今天来讲啊 假设我们再透过一些其他资料库去做查找 假设今天来讲呢 这些资料库其实上都有相关的电子全文的下载方式 那么如果是博硕士论文的话 可能要注意两个地方 一个呢是他公开的期限 另外的话呢 博硕士论文下载的话呢 需要去注册他的账号会员才可以使用哦 那在接下来比如说像是呃 在google scholar的部分来讲 不好意思哦 google scholar的部分来讲 诶他可能有相关的pdf全文可以去做下载 或者是假设如果今天呢我想要了解 参考一下说诶 比如说中国在这一些 针对这一些语言教育有什么样的一些教育方式的话 我也可以利用中国期刊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查找哦 比如说在这边资料库的位置我输入cmki 来去做搜寻 ok所以再假设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相关的这一些查找 假设如果今天我想要查找一下关于cmki的这一个文章的话 就是中国的这一些文期刊文献的话 那我可以透过这样方式点选串连到这个台湾站点的这个画面底下哦 那今天来讲的话 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好假设今天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画面底下应该呢就会显示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画面 cmki如果你透过这样方式 点选进来之后 在这边呢你可以直接搜寻 跨库搜寻 或者是在这边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直接进一步的点选进来去做查找哦 那么在查找的时候来讲啊 我就可以把关键字输入进来去做搜寻 比如说语言教育等等的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说出入关键字进来去进行检索 甚至说我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线索 比如说实验说在教育底下来去做查看 那么针对这一些资料呢 我还可以再更进一步的 比如说利用一些背影评刺 帮助我找到可以优先阅读的这一些文章哦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做筛选 甚至说针对这些文章 如果是我所想要的我就把它勾选起来 OK好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勾选这一些的文献内容 然后呢再透过导出的方式 然后选择到enno的选项 然后呢到输出到本地文件去做下载哦 所以如果是CNKI的话呢 今天我们是在去勾选完之后 然后呢看一下右手边可能是导出 那也有可能是存盘哦 就在点选之后应该就会串联到这一个enno的 在这个画面底下 在选择enno的位置 之后是点选输出到本地文件 就可以把档案下载下来了啊 但是针对这个资料 我现在在下载下来之后 点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你会发觉有 它是一个记事本 它没有办法直接回入耶 所以呢在这边来讲 刚刚跟各位介绍的是自动回入的方式 以及呢它界面的一个介绍嘛 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讲的状况是 假设如果你使用 比如说像是CNK这样的资源 或者是你在其他一些资料库 有些时候 它可能没有办法自动回入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手动回入的方式 加入进来哦 那么手动回入的一个方法呢 在你勾选完这一些资料之后 然后呢你回到enno里面来 我们把下载下来档案 透过file import file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这一些资料 手动的汇入进来 所以呢我透过file import file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把刚刚的这个CNK的档案去做开启 所以它通常可能在下载里面 你点击开启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今天加入进来了 那么要跟各位做一个提醒的是 今天你汇入的这个档案 依照你汇入档案的不同 你要去选择不同的import option 所以在这边来讲 譬如说呢今天CNK的档案 我会选择到的是enno import的位置 所以假设如果你要从CNK汇入资料的时候啊 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择import option 为这个enno import的选项 然后呢我们在下方两个 主要是这对重复的处理方式 跟它的编码 就不用去做更动 我们直接点选import 去做汇入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把这些数目资料 这样子就汇入进来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我们就汇入进来了 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你可以去进行这种手动汇入的一个方法 所以跟各位稍微去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让各位稍微有一个概念 今天来讲的话呢 其实上有两种 其实上呢我们在汇入的时候 可能有几种的状况 第一个呢是 像是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直接汇入的方式 我直接点选开启嘛 那么这些资料可能是RS ENW CIW 跟NBINV的档案 我们就要透过点击 开启的方式 就可以汇入到 我们的annode里面来哦 那么除此之外 假设如果今天来讲啊 比如说像是CNKI 或者是大家如果有使用其他一些资料库 它是手动汇入的方式 则是我们要在filter的地方去选择 比如说呢 CNKI的话 它则是annode import的选项哦 OK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书目资料汇入进来 甚至说针对这些书目资料啊 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去下载全文哦 比如说假设针对这一些资料来讲啊 比如说假设如果今天我针对说日本的语言教育的改革动向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点选进来 然后呢这个CNKI它是全文的这个平台 所以你可以从中直接下载全文哦 比如说我可以针对pdf下载下来 然后呢 我们可能可以在这边看到pdf档下载下来之后 点击开启就可以看到这个pdf档的内容就在这里哦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全文下载下来去做运用 那我刚刚跟各位提到嘛 其他资料库也都是类似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全文下载下来去做观看 但是现在来讲的概念是 诶我的pdf档 我的全文在这里 我的node 我的书目资料可能在这里 那么他们两个是分开来的嘛 所以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我如何样把全文夹带到我的node里面来 我有书目资料 我有全文 我要怎么合而为一哦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第一件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你滑数的游标 要移动到点击 你想要汇入的这个pdf的这一笔书目资料上面 所以我譬如说点到这一笔书目资料上面啦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右手边 summary的地方会有一个attach file 可以去做夹带 或者是pdf页线底下也会有一个attach pdf 可以去做夹带 都是类似的 所以我今天针对这个pdf档 我点选attach pdf之后呢 我们到下载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刚刚下载的全文嘛 那我点击开启之后 点击开启之后就可以看到哦 他今天就帮我汇入进来了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全文夹带进来去做管理 那么除了这样夹带进来之外 你下一个步骤要去做储存哦 储存的方式有两个 一个呢是到edit的页线点save去做储存 这是第一个 在接下来的话 你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方式 也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方法是 诶我们今天会入完这个英语教育的呃 这一个之后 我可能针对说 譬如说呢像是针对这一些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部分啊 那我点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 他会自动跳出一个提醒的视窗询问我 诶这一笔资料要不要去做存档 我就可以点选yes去做储存 甚至说如果你是自己的电脑的话 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勾选 Do not show this message again 这样的话呢 那他就会自动的帮你存档 以后他也不会跳出这个视窗了 自动帮你储存 你就可以直接的诶 诶换下一笔的资料 再汇入下一笔的全文会比较快哦 OK 所以在这边来讲呢 我点按yes之后 诶他就可以存存 储存完之后 你会发现说 哦有储存过的 他就会多一个回文真的图示在这里 回文真的图示就代表的是 他有夹带这些附档全文 跟我们的mail这样 他附档全文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点到这一篇底下 就可以看到 诶在edit的file attachment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一篇的pdf全文 甚至说如果你要增加其他的pdf档 attach file也可以再增加进来 或者是pdf的位置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这一篇的pdf全文哦 那假设如果今天呢 你觉得哦这个画面好像有点太小了 那么这一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可以透过在这边 右手边的地方 有一个向右上的箭头哦 向右上的箭头点选进来之后 可以open this pdf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以单篇的方式 来去做开启运用 好所以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的内容 就可以直接查看啦 更甚至说今天来讲在pdf的汇入部分 你除了呢可以将这些资料啊 汇入进来以外 你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搜寻 或者是这一些荧光笔的注记哦 比如说针对这一个内容啊 你可以选取起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 又左上方一点的位置 有一个对话框 很像对话框的符号 mark up的符号 点选下去之后 在这边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荧光笔去做注解 甚至说呢针对这一笔文件 你也可以增加一些注解的内容哦 比如说点选之后 OK点选之后 针对这个地方 我可能会去做site 我也可以增加进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要去做储存 一样的你就点叉叉关闭就好 那么在关闭的时候 他一样会跳出这个视窗 询问你要不要去做储存 你可以再点选yes 那这边你也可以再勾选起来 他就会自动帮你存档哦 在这边我点选yes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今天做的这些相关的注解 也都会在这里哦 我们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刚做注解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pdf档夹带上来 可能可以更方便我们看全文的时候 也可以顺便看这些pdf档的 看这些书目资料的时候 也可以顺便看这些pdf档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做相关的注解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汇入方式之外 其实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汇入方法 比如说呢假设如果今天来讲啊 我在去做一个研究的时候 我已经搜集了全文 但是我现在才认识到annot 我要怎么把它丢上来哦 所以刚刚的状况是 我有书目资料 我有全文和唯一 那么现在状况是 我有这一个全文 但是我没有书目资料 我要怎么做 OK 所以接下来要说明pdf的汇入了哦 在pdf汇入来讲 你可以点选file import file的部分 跟刚刚sdmk的手动汇入 一样的路径哦 所以是file import file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去选择pdf档 比如说之前啊 诶我在做研究 那有收集了一些pdf的全文 比如说在这里 然后呢我之前做了研究 收集了pdf的全文 我可以点选之后呢 按开启的方式加入进来 那么呢刚刚跟各位提到嘛 我们今天汇入档案的不同 要去选择不同的import option 所以cmk选择是annot import 但是如果是pdf档的话 这边记得要去选择到pdf的位置 这样他才有办法识别哦 所以请记住一件事情 如果是pdf档 import option 要记得选择到pdf 那么下方针对重复的方式 跟编码 我们就不去做更动 一样点选import 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pdf档丢上来 甚至说丢上来的同时呢 他也帮我们去找到了这个 书目资料的内容哦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诶这边来讲的话 他除了把全文把它丢上来之外呢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的是 诶今天来讲在edit的页签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书目资料 也都帮我夹带上来了 ok 所以呢 这是单篇pdf的汇入方式 但是啊 如果今天来讲 大家可能会想说 嗯 可是我有很多耶 这个时候要汇很久 所以呢 我们除了说可以透过file input file 单篇汇入以外 你也可以把它整理成一个资料夹 我们透过这个folder的方式去做汇入哦 好 所以在这边来讲 我可以点选file import folder的选项 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个资料夹的pdf档 ok 所以假设如果今天啊 我做研究的时候 我把它们分类好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现在目前的画面哦 我今天在votex底下分了两个资料夹 一个呢是这个3D printing 一个是这个coronavirus 我都把它想说要增加进来的话 我就点选上面的votex的页纤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要把这两个都纳入进来 我就点选上面votex的这个阶层 然后按确定 再接下来的话下面呢 主要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询问要不要包含紫资料夹 今天来讲的votex votex刚刚有给各位看到吗 它里面包含了3D printing啊 跟coronavirus 我都想增加进来的话 哎我就勾选起来 在下面呢则是询问说 要不要依照groupset去建立它的阶层 等会会依照 等会会更详细跟各位介绍group的概念 这边就简单跟各位说一下 哎帮它我去做分类的意思 所以呢我想要让它帮我分类啊 不然的话它全部混在一起 我也很困扰嘛 所以呢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勾选起来之后 然后呢确定一下input option在pdf的位置 就可以点选import去做汇入 它就会帮我们把一个资料夹 这些pdf档全部都丢上来 并且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数目资料 那么它在汇入的同时 我也利用简报的方式 带各位看一下 其实今天来讲啊 在pdf汇入有一些先决条件是要去注意到的哦 OK所以今天pdf在去汇入的时候啊 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的这个pdf档 不管是单篇还是这个资料夹的pdf档 实际上呢都一定要是西文的格式 也就是英文的格式 并且前两页要含有正确的DOI码哦 所谓的DOI码指的是文章的数位物件识别码 就有点像是我们自己的身份字号 你今天透过自己的身份字号 你可能可以查到你详细的 比如说个人资料啊 那么文章透过他的DOI 也可以查到他详细的资料 比如说像是作者年份标题 期刊名称这一些的数目资讯哦 所以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利用DOI码去这些资料铺 查找回传回来的这些数目资料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隐藏的条件 可能要有网络哦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今天来讲在去做汇入的时候啊 也有不能成功的状况 比如说呢 假设如果今天有一种状况是图档的格式 今天你没有办法去选择那些文字 他可能是扫描的 扫描的文字他没有办法截取DOI 甚至中文的DOI 目前还没有与西文的DOI去做整合哦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找不到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他回传回来 他的数字呢 可能只会显示BioNet的名称哦 在他的开头的地方 所以呢 先简单跟各位说一下 一定要是新闻前两页含有正确的DOI码 才会查找得到哦 好 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稍微有一个概念之后 来带各位看一下 成功不成功分别是什么样子哦 比如说在这边来讲好了 你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些资料 就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PDF都汇入进来了 甚至说呢今天来讲的 他数目资料也都有找到 但是上面有两篇 嗯他们看起来就怪怪的 他没有作者没有年份 抬头也怪怪的 所以你可以点选之后看一下 诶比如说这一篇文件啊 他可能选取起来之后 诶他可以选取 他也是英文的 那么可能前两页没有正确的DOI码 所以没办法找到 除此之外呢 在这边点选上一篇 诶可能这一篇蛮明显的嘛 我刚刚提到的 诶要是中文 要是英文的 所以这一篇是中文的 那也没有办法 OK 所以呢假设如果今天来讲啊 会入不成功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有几个方法 可以提供给各位去做修改哦 所以在这边我介绍三种的方式 提供给各位 大家可以择一去做选择 那假设如果今天来讲啊 我会入的资料 可能呢像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会入的资料 他没有办法正确显示 他的数目资料内容的话 你可以选取起来 直接复制贴上 这是第一个方法 我们不用开任何的网页 你直接选取他的 譬如说title 右键 copy 起来 到edit title 的栏位 去对应的地方贴上 PASS的贴上就可以哦 那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呢 你可以搭配键盘的Ctrl-Z Ctrl-V 去做操作 可能会是比较快速的方式哦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这一些栏位 有需要的再加入进来就好 其实也不用说 每个栏位都要加入 比如说在这边 我就简单的说 这四个栏位的资料之后 点选save去做储存 他就帮我修改好了 所以第一个方式呢 是你透过这个复制贴上的方式 直接手动去做修改 这是第一个方法 再接下来第二个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篇 它是没有DI码的嘛 那所以没办法找到资料 那么第二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利用夹带全文的方式 去做操作 比如说这个pdf档 它可能有相关的网址啊 那我可以滑出右键之后 coby 起来 然后呢 我到网页底下 网页底下呢 去做相关的这个输入 OK好 假设如果今天来讲呢 我在网页底下去做输入的时候 那么呢 针对这篇文章啊 你可能会看到这边 会有一个cite list article 所以这是这个期刊的一个网页 那我可以透过cite list article的方式 去download citation 在这边我点选download citation 我就可以把书目资料下载下来了 所以现在我有书目资料 我有全文的时候 我再透过attach file 去做夹带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式 夹带附档的方式去做操作哦 那么 除了这两个方式之外 针对英文的资料 哦 我们可以利用的是第三个方法 利用DOI去做搜寻 所以前两个是中英文都可以 你可以去选择直接复制贴上修改 或者是download它的citation references的部分 去做夹带全文 但是如果针对英文的文献 你可以尝试看看利用DOI码搜寻的方式哦 所以今天来讲 这一篇文章它是没有DOI 所以没办法找到嘛 那我给它DOI试试看 所以你把它选取起来 叫右键 然后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到endload里面 edit 对应的栏位去做贴上 要只有挑对应的栏位哦 不然它一样没办法找到 所以譬如说这篇DOI码 它要DOI 我给它复制贴上之后 我点选save去做储存 储存完之后 一开始没有变化是正常的 因为你要去做更新嘛 所以我把DOI码贴上来 储存之后 我针对这一笔数目资料 滑鼠右键 选择find reference update的方法 去做更新哦 OK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find reference update 去做更新它 更新完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看到说 它帮我们查找这些资料 有的就会在这边列出来 我可以利用update的方式 所有栏位覆盖过去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有办法 找到这个书目资料的一个内容了 所以这是第三个方式 针对英文的文献 你可以尝试看看滑鼠右键之后 然后给它DOI码之后 透过find reference update的方式 去更新实试看 好 所以刚刚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了一下 关于说这个end note要怎么从 比如说Google Scholar 然后博硕士论文汇入书目资料 甚至我们提到了CNKI的一个汇入方式 以及PDF的一个汇入方法 以及汇入不成功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修改 在接下来呢 也跟各位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 比如说呢 在这个Vortex底下 刚刚有跟各位说到说 PDF汇入的时候 可以依照group去建立阶层吗 在左手边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Vortex底下 有分为两个页前 一个是3D printing 一个是coronavirus 他就帮我分类好了 所以我点到3D printing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3D printing的资料 有这一些 那coronavirus的时候 可能有这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针对我自己的研究主题 甚至说呢 我们依照自己的这个学术架构 来去做区分 都是可以的 譬如说呢 在这边来讲group的部分 我就可以自行去做建立 也要跟各位做一个提醒呢 我现在在mygroup上右键 右键之后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 creategroupset 有一个叫做group 今天来讲这个Vortex 你可以看到图示都不太一样 这个Vortex 叫做groupset 是有点像标题的概念 3D printing coronavirus 这个图示不太一样 这个称之为group 是里面可以放入书目资料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在mygroup上右键 滑鼠右键之后 我们选择的是 我们点选之后 选择creategroupset 你可以去建立其他标题 比如说呢 假设我有相关的这些同事啊 以及呢 相关的这一些毕业论文的格式好了 我就可以右键creategroup 比如说论文 OK 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建立这些标签 甚至说你要拖曳调整他的位置 也都是可以的 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选取拖曳调整 甚至说呢 在这边来讲 你可以在滑鼠右键 这个论文右键之后 选择creategroup 就可以再建立他底下的节省 比如说我这边简单分类一下就好 我稍微分类中文跟英文 我就滑鼠右键creategroup 点击之后 比如说我输入英文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的分类就在这里哦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输入进来之后 然后来去做分类 比如说针对这些资料 选取起来之后 透过拖曳的方式加入进来哦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把这些数目资料加入进来 所以就直接拖曳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也可以再搭配一些组合器的运用 比如说在上方的地方 直接搜寻的方式 因为你可能会发觉说 哦这边可能不太好找 毕竟我还有从这一个 其他资料库会入进来的资料嘛 其他的这个pdf党会入进来资料 可能不太好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搭配上方的搜寻 比如说这个语言教育 OK好 假设我输入这个关键字进来去进行Enter之后 可能可以看到他相关的这些文章 那我就可以在选取起来之后 再一次性的拖曳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也跟各位稍微去做一个提醒哦 今天group如果你在操作的时候有一些问题 可能绝大多数都是这两个观念有一些问题的部分哦 所以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哦 今天你在group的运用上来讲 你在拖曳进来的时候 我刚刚跟各位提到论文通识vortex这个是标题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做相关的这些缩展 如果你觉得他太长你可以缩展起来 那么呢今天的中文英文3D printing coronavirus叫做group是可以放入资料的地方 所以你今天选取拖曳进来的时候 你发觉论文通识vortex它放不进来 原因就在于这是groupset 要放在中文英文3D printingcoronavirus 这种group底下才可以哦 OK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选取丢进来 那么第二件要跟各位做个提醒的是 今天你可以看到all references现在目前是29笔的资料 那么我论文这地方中文目前是0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今天把它丢进来之后 中文变成6了 但我的all references还是29 原因就在于我只是把这些文件贴上了论文中文的标签而已 所以同样的概念来讲啊 今天如果我想说 利用其他方式去做分类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把它选取一些 我直接点选这个group右键 选择deletegroup去做删除哦 所以现在我删除掉这个group delete掉之后 你会发觉我的all references还是29笔 原因就在于我只是把刚刚贴上的这个论文中文的标签撕下来而已 它并不会对资本文件造成任何增减的影响哦 OK所以这是group的两个概念提供给各位 放要放在group底下 另外的话呢就是你今天如果删除掉整个group的时候 你的all references是不会有影响的 好那么在接下来也跟各位提一下21版的一个新功能 my tag的部分哦 tag呢也是呢 关于这些资料去做一些标记运用 所以今天来讲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去做决定 那我个人我个人觉得上在tag的部分 它就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呈现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假设如果今天呢 哎我指导销的时候跟我讲说 有一些很重要文献 我要优先阅读 我可能可以利用红色的标记 然后建立tag 然后呢利用这样的方法 在my tags上按加号 你可以去建立哦 比如说我看过之后 有一些疑问的 我可能利用黄色去做注解 然后一样create tag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建立其他的分类 那譬如说针对这些文章 可能是关于教育的部分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利用绿色去做标记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针对说不同的这个主题啊 或者是针对这些文献等等的 去做相关的一些命名 那假设在建立好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些内容 OK 比如说 等一下哦 比如说针对这些内容 我们选取起来之后 OK 选取起来之后 透过拖曳的方式加入进来 你可以看到在title后面 它就会多一个标签的符号 那么甚至说呢 你也可以针对这些资料呢 再去做更详细的一个划分哦 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些资料 拖曳进来 就可以去做管理 那么除了这样的方式 去做查看管理以外呢 实际上 我们在这边 summary的地方的最下面的位置 summary最下面的一个位置 或者是说呢 在edit最上面的位置 都会看到相关的text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在manage text的部分 去做进一步的管理 比如说针对这篇文章啊 我可能问过老师了 没有疑问了 我就可以点选xx 把它取消掉 然后按ok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管理 运用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今天来讲啊 透过text或者是group 就可以去做这些分类管理 所以我们一路上学到了 要怎么汇入数目资料 要怎么样去做管理 再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说的是 如何要去做写作功能搭配的运用了 这也是今天的一个很大的核心 好那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开启一个word档 然后呢 我这边以一个有文字的档案 来跟各位去做示范 可能大家会稍微比较了解一下今天的内容 好假设如果今天来讲的话 比如说今天来讲的这一个文章好了 假设今天来讲啊 我可能有相关的标题章节 跟里面的这些内文等等的 那么假设我今天在撰写的时候啊 我可能引用了某一篇文章的 某一段的内容好了 那假设比如说 假设刚好是 譬如说这一篇文章好了 那今天我在选取起来之后 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段落就好 那我就选取起来复制起来 然后我到word去做贴上 但是呢 如果我只有复制贴上的话 我就算是抄袭了嘛 所以呢我要去注明我今天引用的一个出处 那么要怎么去插入数目资料 第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 你要移动到你想插入的一个位置 OK 所以现在我滑鼠游标在这个3跟D之间 诶我的citation插在这里 怎么想都怪怪的嘛 因此呢 你滑鼠游标要移动到你想插入的位置 比如说这一句话 可能是据点之前的地方好了 那我滑鼠游标插入在这里之后 我回到endnote里面来 我今天引用的是这一篇文献 所以我滑鼠点击到这个文献上面 然后呢我透过双一号的图示加入进来 OK我点选双一号图示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建立上方的citation 因为它会建立相关的这些参数 所以第一次跑比较久是正常的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建立数目资料 然后呢去做相关的这些撰写运用 所以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也跟各位做一个提醒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汇入数目资料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 你滑鼠要移动到你想插入的位置 之后我们回到endnote里面来 然后呢点选双引号的图示去做插入 OK好那我们稍微等它跑一下 OK好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已经汇入成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上面的citation 下面的bibliography 它就帮我们建立好了 那我再插入多笔资料 让各位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一样滑鼠游标 移动到我想插入的位置 我回到endnote里面来 我点选其他边的数目资料 然后按双引号的图示 OK点选一篇文件 按双引号的图示 就可以插入进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二次其实这样就快很多了 我的citation references就都建立好了 甚至说我们除了透过说在这一个 endnote里面插入数目资料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你在word里面去做插入 一样第一件事情都是滑鼠游标移动到你想插入的位置 这永远是第一个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再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是我们看一下 word的上方有一个endnote21的页签 点选进来之后我们看一下最左手边的地方 有一个双引号放大镜的图示 如果你今天点选文字或出现其他选项 所以请记得点选双引号放大镜的图示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是需要输入关键字去做搜寻的 主要是担心你library的资料太多 那你的word可能会loading太重 所以在这边点选双引号放大镜的图示 你是需要搭配你今天在library里面 透过什么样的关键字去做寻找 然后呢我们出入关键字在library去做搜寻 所以刚刚我出入的是想语言教育嘛 那假设我在这边简单一点我输入教育就好 然后我输入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今天的这一些文献的内容 那么甚至呢我在针对这一些文章来讲的话 我可以再透过这个shift的方式 可以进行连续的夺选 所以假设针对这一段话 我可能是引用了某几篇文章的观点 观点的话我可以点选第一篇之后 按住shift的键 我可以进行连续的夺选 或者是利用键盘的Ctrl键呢 可以进行不连续的夺选哦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选取起来之后 按音色插入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其实上在endnote来讲 你要去插入书目资料 不管是从endnote还是从word 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 都可以直接的去进行citation 跟reference的插入以及运用哦 那么今天来讲我们也稍微来观察一下 诶比如说今天来讲 汇入进来的citation啊 诶奇怪 它怎么中间没有逗号呈现 甚至说每一个都列出来这么长 这样对吗?它好像很奇怪耶 其实上呢并不是它奇怪 而是它的格式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跟各位说到endnote有一个一个不同的模板嘛 所以呢在endnote21的夜间底下 我们找到style输目格式 在这边你就可以去做调整 比如说APAC好了 那么它就会帮我切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马上变换为作者逗号年份的呈现 就是说下面的呈现 也都一并的帮我去做这些切换 那么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i3PO1好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前方马上变成数字的编号 并且它相关的这些缩排调整 也都帮我做好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看一下 诶其实上今天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书目格式 那假设如果今天来讲啊 诶没有看到你想要的书目格式的话 也不是说我骗你哦 因为今天少说我们都有安装500多种嘛 所以其实这边只是列出常用的选项 那假设如果你的电脑没有看到APAC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slay another style slay another style点选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所有下载下来的书目资料 也可以从中去做点选哦 好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选择到你想要的一个书目格式去做呈现 而EndNote之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帮你建立 citation references 甚至说呢可以去切换这些style格式 原因在于它是具有参数的资料的 那么有参数要怎么去检验它有没有参数 其实很简单你滑鼠点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点标题没有什么反应 章节也没有内文也没有 但是我点到它帮我建立citation上面 你会发现有一个浅灰色的王帝 原因就在于说呢今天这些资料是具有参数的资料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在这些书目资料啊相关的作业的时候 那就可以很快速的去签入这些印文 citation references甚至说切换格式等等的 但是它也因为有这些参数 所以你在删除资料的时候 要记得透过正规的方式去做删除 比如说假设今天来讲 可能王作者这篇文章 我不小心插入错误我想删掉好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 半夜我在赶我的论文好累好累哦 这个时候你delete直接delete掉的时候 你会发觉它会再跑回来 这并不是什么半夜的灵异现象哦 而是因为它是具有参数的资料 所以你可能要同时删除上面的citation 下面的references 甚至说呢今天来讲的话 甚至说今天来讲的话呢 可能你删除掉都还会有参数留在上面哦 所以请记住要删除资料 请记得透过正规的方式去做删除 那删除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滑数游标 先点到这笔数目资料上面 以防说如果你今天比较多数目资料的时候 你可能会找比较久 所以第一个步骤 你点到你想删除的这笔数目资料上面 就比如说点到这里之后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这个editmanagecitation的选项 去做删除哦 OK 所以要删除数目资料 要透过editmanagecitation的选项 点选下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它就会跳入到这个段落了 我就可以针对这个作者点选倒三角形的图示 点选倒三角形的图示 removecitation去做删除 OK所以要删除数目资料 editmanagecitation 到三角形的图示 removecitation去做删除 在点选下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不见了 但看一下下面 哦怎么阴魂不散还在 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存档 所以记得要点OK去做储存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 王作者跟下面的都一起消失了 OK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删除数目资料 那就是单一笔删除数目资料的方法 但是如同我之前有讲到的 假设如果今天你要去做的是一些比较细微的修改 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进山进美的部分 你要自己去做调整 比如说中间的逗号 你可能要用全形的逗号去做呈现 但是如同我说的 你会发现他刚刚又再逃回来了 甚至说我可能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讲说 你今天这个内容你要用标凯体去做注解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选择到标凯体的一个位置 但是你可能储存关掉重开 又或者稍微透过update更新一下 你会发现他又再变回来了 所以要记住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来讲你会出的这些书 你今天来讲要去做这个细微的修改 要去做这个细微的修改 或者是传送给没有EndNote的人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各位转成存文字再来去做修改 OK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步骤 如果你要去做细微的修改了 或者是你要直接给你的指导教授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老师的话 其实上你都是转成存文字 再来去做传送 再去做修改 那么就是点选converse citation and bibliography 的convert to parentheses 可以去转成存文字 OK 所以这边来讲我可以点选converse citation and bibliography 的convert to parentheses 转成存文字 那Mac电脑可能是右上角有一个tors 点进去之后 一样会有一个convert to parentheses 点击之后 如果你今天档案是有储存过的话 会像是我现在这样子跳出一个视窗 在点选确定之后 它会是以另开新文件 你可以看到文件11 另开新文件的方式去做开启 这个时候呢 这些就是移除参数的 我再去点citation 再去点后面的这一些 bibliography的部分 都不会有反应 OK 所以它是移除参数了 那你就可以去做这一些细微修改 比如说我刚提到的 全新的这个逗号的部分 或者是针对这一些资料 再用回刚刚的那个标凯题的部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都没有变换回去啦 甚至说我update更新看看 你会发觉点了几下都没有反应 原因就在于它已经移除参数了 所以你要记得 如果你今天要去做细微修改 传送给mail and note 我们点的是convert to parentheses的选项 但是也要跟各位做一个提醒 今天来讲移除参数 可以去做细微修改 很方便 可是如果未来啊 你想要再去做其他的增加新的文献进来的话 它并不会跟着一起去做排序 甚至说今天你的指导师会会跟你讲说 其实像不是用APA7 你要用的是 比如说像是number的格式好了 或者是如果你去做期刊投稿 期刊投稿编辑 建议你可以投稿B期刊 A期刊用APA7 B期刊用number好了 那这时候你去点击切换 你会发觉嗯 怎么没有变化 原因就在于说它已经移除参数了 所以请记得哦 有参数的资料请务必要保留好 因为有参数的资料 你可以输出成无数个无参数的资料 但是没有参数的资料 是不能再变回有参数的 所以你只能重新再插入这些资料 你不能再去做其他更动了 OK所以跟各位做个提醒 如果今天来讲有参数的资料 请务必要保留好哦 OK 所以呢这边主要跟各位提及了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些写作功能的一个搭配 可以搭配Word去做这些相关的运用 那么最后呢再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提到了 今天呢下载下来的这些内容啊 会存在这个library里面嘛 这个就是library的一个本体 enl存放的是书目资料 点data存放的是这些副档内容嘛 所以假设如果今天呢我在下载的地方 我刚刚下载下来的这些档案 譬如说现在是这些档案 实际上这些档案 他们呢只要在点选开启之后 就会被存在end note里面了 所以这些档案 我如果直接的删除掉 我现在删除掉之后 他也会直接 他还是会存在里面 并不会对end note有任何意象哦 所以呢今天来讲啊 你要移动他们的时候 也记得两个档案要一起移动 并且请注意一下他们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请记得不要把这个en的有档拆进去 请记得不要这么做 他们两个就哎地位平等哦 所以要移动 请记得一起移动 可以利用随身碟去做传送 但是不建议各位上传到云端 因为云端的同步机制 是有可能导致档案损毁的 因此跟各位做一个提醒 今天呢如果你要汇出 你如果要去做搬运的时候 可以利用一些随身碟去做搬运就好 那假设如果你想要多做一份 备份多一个保险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资源 有相关的一些影片教材 可以提供给各位哦 所以呢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些 补充资源的内容哦 那么除了说我们在这边来讲 哎我们学校的这个图书馆 我们再往下一点点看到 Node的位置嘛 刚刚有跟各位提醒到说 哎Node是到我们学校图书馆 往下的Node的地方去做查看 然后在这边来讲呢 其实上就有一些线上教材 可以提供给各位哦 所以学校已经帮我们整理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 比如说安装说明啊 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些指引说明等等的 也都在这里哦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点选啊直接去做相关的这一些查看内容 甚至说呢可以透过我们公司的官网 你输入SRIS之后 可以到我们公司 硕瑞资讯的一个官网 那我们再点选第一个标题底下 我也把连结稍微贴在聊天框的部分 大家可能可以去做查看 今天来讲呢在输入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最近有一些活动 大家也都欢迎参与 主要跟各位提醒到的是两个部分哦 第一个呢是在这边客户服务的地方 哎有客户服务的电话 跟客户服务的信箱哦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欢迎下我们的图书馆 或者是我们公司官网的地方 客户服务也有相关的一些提供的资源哦 那么除此之外 再跟各位进一步介绍一下 右手边还有一个教育训练资源服务的位置 点选进来之后 这边就会有各个课程内容 比如说像是第一个是直播课程 是我们线上课程的方式哦 那么呢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可以看到说相关的一些课程资源 像今天的课程一样的概念 我们是利用Webase的方式授课的 那么课程表在这里 再麻烦各位帮我们阅读一下报名须字之后 这些课程都是可以免费报名的 所以未来如果你还有想听Andone课程的话 你也可以报名一月的这一场内容 但是呢在这边来讲 你需要配合他上课的时间 如果没有办法配合的话 这边会有影音教材 影音教材就是我们事先预录好的内容了 那么这边来讲的话 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节点再来去了解聆听 所以很像是我今天比较没有提到的备份的部分 在里面有提及到 或者是如果你是Mac电脑的 也可以参考这个影片 甚至说呢如果今天你只能是 你只能使用19版的话 这边也有19版的一个资源 然后使用手册的地方 也有相关的这些操作手册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参考运用 其实今天来讲呢算是蛮扎实的 跟各位说明了一下 我们要如何去做安装Andone 甚至说建立好Library 要怎么去汇入书目资料 要怎么样去做这些全文的夹带 Group的管理 以及写作功能搭配的一个部分 那么Andone其实上熟悉之后 就会比较了解要怎么去做运用了 所以大家都欢迎再透过我们公司官网的这些工具 来去做了解 那么现在最后剩下一点时间 也再麻烦各位 可能可以透过扫描一下画面上的QR Code 帮我们填写一下这个满意度调查的问卷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都欢迎在聊天框的地方提出来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QA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扫描一下画面上的这个QR Code 或者是我把网址也稍微贴在聊天框的部分 大家可以再透过这一些资源 来去做连结 然后点写我们的满意度问卷的内容 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直接贴在要天框的地方 然后我会为各位去做解答 所以再麻烦各位去做这些操作 那么我们现在也把时间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也把时间交换给官员 好 好 我也稍微把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 好 满意度问卷也是请大家同步帮我们填写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 你们对于这堂课的新的感想 也方便我们未来在开相关课程规划的时候 可以做参考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萤幕画面 我们现在进来图书馆首页 然后下方这边的最新消息部分 我们有两个关于那个讲习课程的资讯 第一个是研究历史上 就是我们这学期有开设所有的利用教育课程 那大家可以点进去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学期有开非常多的图书资源讲习 然后还有A-Note课程 A-Note课程目前这学期的最后一堂就是现在 然后我们下下礼拜还有一些资料库讲习的课程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可以一起报名来聆听 都是非常丰富 对大家研究很有帮助的 那另外一个是有关 我们也有汇诊 像索瑞或者是其他资料库厂商 他有提供的线上直播课程 像刚刚索瑞有提到的 那个讲师有提到的 像我们1月份12月份都有 还有两场可能跟相关的资料库讲习课程 那还有像飞资德这里也有开设一些线上课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随时报名 那我们这边都会随时更新有相关讲习课程 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图书馆首页来看 那另外刚刚也有提到说 我们有制作一些线上课程教材 可以从参考咨询这边的课程教材 然后还有线上课程YouTube 我们未来也会把相关的影片放上来 像这个之前YouTube有之前的那个 ENO的20版的讲习 那21版的话我们稍后会再放上 那这个课程教材的部分有五个页前 大家可以在书目管理软体这边可以找到 目前最新的21版的课程教材已经放上来了 那跟刚刚那个燕小姐提供的那个课程教材是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听的还没有很清楚的话 或是有一些疑问的话 都可以从透过这些线上教材或课程 来去有更多的资讯 那刚刚我们看到这边留言有不同的问题 那我们就请讲师来协助解答 谢谢 好谢谢 那接下来的话我来稍微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然后我先公用下我的画面 你们我等会忘记 好我们今天首先看到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说这个 如果有两台不同的装置分别要装ENO 是不是无法互通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你的两台装置 你是指一个是Windows 一个是Mac电脑吗 还是你是指那个 你今天是指譬如说平板跟你的 譬如说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其他的电脑呢 OK 假设你今天指的是一台笔电跟一台平板的话 那么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利用Sync的方式 它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假设如果今天啊 譬如说你今天有在使用平板 然后有在使用电脑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利用Sync的方式来去做移动 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这个个人化账号注册之后 你可以去做Sync的同步 所以相关的这些平板的运用 平板的话呢 你是从这个 譬如说你相关的App Store啊 或者是相关的Play商店等等 你去把软体下载下来之后 然后呢你是在ENO里面去注册个人化账号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这个使用参考手册的部分 实际上呢有提及到说 要怎么样去注册个人化账号 然后呢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注册个人化账号之后呢 然后呢把你这个Library的资料 Sync到你的这个ENO Online上面 那么呢在你的平板上面去Sync回来 你就可以在两个不同的载具之间去做运用了 OK 这样应该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哦 或者是您也可以再叙述一下 这样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吗 或者是你想要再了解其他部分 OK 谢谢 好 那个在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询问说 中文的论文需要全形的逗号 这都需要自行修改吗 确实有比较进阶的一点方式哦 也是担心说大家混淆 所以一开始介绍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跟各位稍微说一下 就是如果呢你的文献都是中文的文献的话 那你可能想到的是 你要修改的地方很多嘛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些网路上的资源 可能可以帮助你 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有做好现成的 那你可能可以辅助做一些参考 比如说呢假设今天来讲 如果你是全中文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尝试看看 在你的譬如说Google上面搜寻APHC中文 Node的方式哦 那可能有相关的一些文件 就有相关的这个载点 比如说假设我以大业大学来介绍一下 那在这边我就点选Skyl格式下载的部分 点选进来之后 它可能会有相关的这一些载点内容 比如说呢在这边 它是以台湾护理学会的APHC 那你可能可以辅助作为参考 比如说在这边我点选这个 台湾护理学会的APHC中文版之后 然后呢我把它存在桌面上的位置 存档下来之后 针对这个档案点选开启 点选开启之后啊 你就会看到这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底下 它就会有是它格式修改的大本营哦 那我们可以点选File 不好意思 File 然后safeless去把它另存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储存起来 那我可以针对这个资料 我稍微的储存起来 然后呢我们选取起来之后 按Save去做存档 储存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今天针对这一笔书目资料啊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个格式 我刚刚提到Summary的地方 哎然后下面会有简单的预览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笔书目资料来讲 我去选择到比如说这个格式 但是你可以看到 嗯这边怎么没有 因此你可以点选到Slay another style 我刚刚跟各位提到 如果今天Style格式没有的话 就是点到Slay another style 那你可以搭配这个Quick Search的方式 或者是中文的话 可能是在最下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哎我刚刚的这个就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点击去选择它 它就会换成这个格式 包含像是全形的一个刮糊呈现等等的 那么甚至说 我再回到我的Word里面来 我们来切换到那个格式哦 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今天来讲它中文的话就是刮糊 然后逗号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全部就是这个全形的内容了 所以这样应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如果你的文件是针对说全中文的话 OK那就再麻烦您回应一下 谢谢 好那如果有其他人的问题的话 也都欢迎提出来 OK谢谢哦 所以呢跟各位提示一下 你可以输入在Google上面去搜寻一下 应该会有相关的这些内容 好那现在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再麻烦帮我们填写满意度问卷哦 然后我们就再把时间交还给管员这边 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参加我们 Ano的线上讲习课程 希望对大家未来的研究跟学习都能有帮助 那也再欢迎请大家如果播空的话 可以再帮忙填写一下满意度问卷 让我们知道未来课程规划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向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讲师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 然后也讲的非常的非常的丰富 相信这些课程希望能对你们有帮助 那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我们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来我们 跟我们图书馆询问 谢谢 好谢谢那就由我这边 哦谢谢各位我看到有拍手的 那就由我这边关闭掉会议室咯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的赞誉 期待我们下次再会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K谢谢 谢谢